這個很重要 我來請教原知 因為中東井他是議長 那他是議長 他說朱立倫曾經還教過 我要如何當一個好縣長 我就已經在那個軌道上面了 你又不讓我有這樣的參選的資格 那他做出的動作是包括他說 他要打一個官司 是確認黨籍存在的訴訟 而且他要對黨的秘書長 黃靜廷要提告 說他意圖使人不當選 還有誹謗 因為誹謗是他說什麼 要請防彈背心那個報紋 來可是我們看一個部分 剛剛余曉老師提的是說 14個國民黨籍的議員 可是有10個人 我改五黨籍登記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跳船槽 還有一個畫面很經典 中東井臉書貼跟徐耀昌的合照來背書 那沒關係 你說資料照片 來我們看一個新的 他去登記的時候誰陪 是徐耀昌的太太去陪喔 陪坐在那裡 正要登記陪坐在那裡喔 當然意涵很明顯啦 徐耀昌可能自己有什麼包袱 可是他要挺的意識很清楚 所以他請他的太太去幫忙 其實在苗栗地方上 從徐耀昌當投奔鎮長的時候 他的太太就可以代表徐耀昌 喔 這樣喔 他太太雖然不過問公務 但是很多私下的行程 都是他的太太幫忙跑的 因為他都來我們家來過好幾次 我看不到好幾次 好好那我請教原資長 這樣的殺傷力如何 當然很有殺傷力啦 因為之前苗栗啊 都是算是國民黨的地盤嘛 不管是縣長或者是議員 都是我們居多數 可是這一次 經過這次縣市長選舉 有可能就是國民黨在苗栗的 公職人員會大幅的減少 就是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中東景投黨參選嘛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他是議長 議長通常都跟部分的議員 保持很好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次他出來選 很多議員是挺他的 那會怎麼挺呢 也許他們到時候會站到 中東景台上 他是國民黨的議員 但是站中東景台 然後去攻擊謝福宏 他可能就會面臨黨紀的問題 所以這些議員乾脆啦 我也不要你開除我啦 我自己先退黨 我登記的時候 就不要你的推薦書 我就直接用五黨紀登記 他們沒有退黨 沒有退黨 他只是用党 我沒有政黨推薦 這個身份 我的名分不是 我就是用五黨紀的身份去登記 所以才會有中東景條款 對 經過黨不同意 就可以不開除 免得說一下血流成河 真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他乾脆就是 他的選票上面 就沒有國民黨籍嘛 所以即便是被開除 其實對他也沒有影響嘛 那我也不退 我也不退黨 那你開不開除 我沒關係 我已經做好準備了嘛 因為我並沒有跟你 要政黨推薦書嘛 這就是他們心態嘛 那所以國民黨現在要處理這件事情是其實是非常棘手啦 我覺得是比民進黨處理鎮保鏡機少很多 因為民進黨處理鎮保鏡就是把他開除嘛 沒什麼好講的嘛 通常自古以來都是這樣子 只要脫黨參選就是被開除 可是現在就中東景他現在不是他的個人 他是後面一票人 除了我剛剛講的一些議員候選人之外 還包括剛剛晃哥講的 徐耀昌的太太 那到時候徐耀昌的太太 如果說去跟中東景同框 或者是站到他的台上 或者是說 被人家抓到一些什麼蛛絲馬跡 他好像在反復選謝福宏 那我們國民黨應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國民黨 昨天非常有彈性的 很有彈性的 很有彈性喔 對 滾動式的 這麼沒有原則喔 因應局勢的變化呢 就是 滾動式黨記 做了一個滾動式的黨記 我怎麼突然想到四叉貓在滾動 所以國民黨是一個戰鬥政黨 就是說 一般你如果說去幫非黨籍的候選人 助選的話 通常都黨記處分 那之前多嚴格嗎 連花蓮的徐珍衛 幫他先生 傅昆琦 站台 都被黨記處分 停權兩年 都會停權兩年 幫自己先生也不行耶 以前是這麼嚴格喔 但這一次 有人就講說 是不是應該要放寬一點 你看先生 太太幫先生 跟助選 這個人是常期嘛 你給他停權兩年 不是很 因為你們有一個 中東警條款是說 不能夠幫不是黨的人 提名的人來 本來是這樣 但是但是 縣市黨部 就是苗栗縣黨部的 專案同意的 就不在此縣 那我請教啦 小雞可以 可以申請上方保健嗎 他本來 他本來好像沒有 所以滾動式啊 滾動式調整 那如果是徐耀昌本人呢 現在就不知道 因為他說專案嘛 那專案就是 你什麼東西可以批 你什麼東西不能批呢 專案就是很彈性 因應各種局勢的變化 所以那就有規則 等於沒規則的概念 對啊 所以其實我的了解 好像他也不是 好像沒有說苗栗黨部啦 反正就是全國 應該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影響更大 因為我剛剛也看到一個新聞啊 就是張化縣議長 跑去幫一個五黨籍的議員參選站台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五黨籍的參選 以前是國民黨的 可是因為他沒有獲得提名 所以他就五黨籍參選 那議長幫他站台 那就是違紀參選的人嗎 那就是你就幫非黨籍的參選站台 那這個要不要處理 所以我覺得它變成模糊空間 還有就是 會不會有縣市長去幫 比如說民眾黨的人站台 那會不會 那這個要不要黨籍處理 所以我認為這個會出現一些問題 黨部應該要緊急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說這麼彈性 這種滾動式的黨籍 會不會留下一個伏筆 也就是當中東景當選之後 國民黨呢 再啟動同舟地化2.0 再讓中東景回來 有沒有這種可能 這種彈性 不是啊 那你當初何必就說 我就想當社交 不要讓他選 這個其實在中東景 決定要參選 苗栗縣長之前 有一個關鍵的人物 傳了一封簡訊給他 那個宇昭老師的好朋友 陳玉珍 他傳給他說什麼呢 你千萬不要自己退黨 因為我以過來人的身份 我曾經違紀參選 金門的立法委員 後來我也沒有申請退黨 我選上了之後 我就併入黨團 恢復黨籍 所以陳玉珍有傳一封 關鍵的簡訊給中東景 中東景有亮出來給大家看 他說我感到很窩心 原來國民黨內 還是有一些人挺我的 所以說這一次在中東景 脫黨參選出來選的時候 他並沒有退黨 他是用五黨籍來參選 然後三分之二 多少個議員 十個 可是他是被開除 因為開除黨籍 有時候六年都不能回來 不是嗎 對這隨時可以改變 因為他們都沒有彈性 隨時可以改變 我真的說真的 如果中東景這一次 真的能夠脫穎而出 奪下了縣長寶座 我覺得他會用陳玉珍的方式 讓他先恢復 但是因為中東景這次 其實是非常特別的狀況 因為國民黨 他就是不肯提名中東景 所以他硬要去提名謝福宏 但不要忘記在上一次 民進黨其實在2018年的時候 老實講是選得不好 但是在那一年的時候 徐定真他在苗栗的時候 選了多少%的選票 他拿了38%的選票 所以如果說今天徐定真 還能夠維持上一次民進黨 在苗栗有30%的一個基本盤 如果說還能夠增加的話 這是為什麼這一次 中東景一出來參選以後 中東景的情勢 不再像過去那麼穩 如果一旦國民黨 沒有提名中東景以後 中東景是不是能夠在選後 再透過國民黨的滾動式的 這個黨紀 能夠讓中東景再回到國民黨 我覺得這是很困難的地方 因為這次剛才我們提到說 苗栗總共有14位的議員 總共有10位的議員 這個這次改冠五黨籍 可是這10位的議員 其實是來自於非常大的一個票倉 苗栗其實他的 因為山多 然後他的這個聚集 人口聚集的地方 比較集中 另外呢 事實上他還有是這次選政長的 上次國民黨政長 也選得還不錯 這次連政長 過去是國民黨掛國民黨 這次國民黨其實也不掛